行政院长苏贞昌到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 四度遭到国民党团杯梗无法顺利上台 让苏院长相当的不满 痛批国民党团立委霸占议场 唱歌跳舞领高兴却不直询 为了美珠的议题攻防 在野党团齐声要求总统蔡英文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 但是民进党团持反对意见让协商破局 因此蓝伟们搬出了总统和行政院长的人行力牌 持续占领议场 扬言杯葛到底也让议场再度空转一天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总统和行政院长的人行力牌 一一被扛进议场内 更有国民党立委在身上架设摄影机 在议场开直播 议场的这个猪 这只猪就是代表我们反对 占领议场实况全程放送 这已经是第四度施政报告遭到杯葛 这口气行政院长苏贞昌当然忍不下去 立法院邀请我来做施政报告 却因国民党立委霸占异常唱歌喧闹 又每天领那么多钱 相信是国人同胞最不愿意看到的立法委员行进 国民党民众党和时代力量更进一步联署 要求总统蔡英文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 把莱猪争议讲清楚 却在民进党团反对之下协商破局 国民党团放话要苏院长先道歉再报告 甚至扬言提起倒戈案 其实我们也是呼吁民众党 在野力量还是应该需要团结 你是在冲事 所以拜托国民党吃饱饭打个格 不要随便倒戈 少了小党声援倒戈案面临塔关 卒院长受邀来立法院报告 却每每遭到杯葛 无法站上背询台 来主一提招锋朝野对立再升温 国会殿堂也持续空转 记者林先生就讨论财台表报道